在不久的将来 地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难 气候的异常变化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 冰雹 飓风 海啸 地震 而地球也急速降温 进入了冰川时代 这一切开始于小日子们 将河废水排入海洋而引发一系列变故 事情还要从南极说起 杰克是一名气象学家 此时正与科考队在冰面上 提取深层次的冰块样本 突然 仪器周围开始出现裂缝 眨眼间就将杰克吞噬 关键时刻 他的队友及时赶到 就回了杰克 回到家之后 杰克接到了 身处于大洋的博士打来的电话 他们发现多个浮标在发出警报 检测到海洋温度 瞬间下降了20度 杰克觉得必须将这些事情汇报上去 他认为全球变暖 冰川融化 已经开始 影响到了各大海洋的洋流 如果继续下去 地球有可能再次进入冰河世纪 但并没有引起重视 会议上的众人都一笑而过 直到这天 在东京炎热的街头 却突然降下人头大小的冰雹 肆意地破坏着一切 身处太空的宇航员 也观察到 地球上同时出现了多个巨大的漩涡 开始席卷城市 天气变得越发极端 在华盛顿的气象中心 各方专家汇聚 开始分析当前情况 直到此时 他们这才意识到 灾难的严重性 此时的杰克 想要申请调用巨型计算机 对提交上来的数据进行分析 但被上司拒绝了 无奈 杰克只能与同伴们 通过昼夜不眠的计算 得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结果 地球将在两个月之内 再次冰封 杰克连忙带上数据结果面见副总统 请求副总统开始疏散北边城市的人群 不出意外 再次遭到拒绝 而且表明 政府做好了应对灾难的准备 此刻 来自英国的救援小队 在北方遇到了前所未见的风暴 在封眼中 气温以惊人的速度骤降 机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冻结 坠火 各大城市都被突然出现的龙卷风肆虐 高楼大厦如纸包般轻易被破坏 海啸将自由女神像淹没 并朝着纽约席卷而去 而眼前这个男人 不仅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 反而迎难而上 去了灾害中心的纽约 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神 如今 城市突发洪水 他们被迫躲进了图书馆 此时的山姆才想起父亲杰克的话 刚想打电话询问杰克 却发现所有人的手机都中断了信号 不过 他通过管理员了解到 楼下还有一台有线电话 说不定还能使用 而小美知道山姆的打算 就决定陪他一块钱往 成功联系上杰克的山姆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父亲告知 现在正有一股强冷空气产生 等他来到地面 届时 温度会下降到零下100多度 但还没等杰克说完 上涨的海水就已经蔓延而来 边上的小美 只能眼睁睁看着山姆被淹没 不过幸运的是 山姆及时游了出来 冰冷的海水让他瑟瑟发抖 而小美也主动用自己的衣服 将两人包裹起来 而杰克因为儿子突然挂断电话 便当即决定前往纽约找他 正当杰克准备出发时 副总统打来电话 他找到杰克 希望能弥补自己的过失 杰克当即拿来地图 画了一条红线 并告诉副总统 让他安排人手 尽快撤离红线以下的人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至于上面的 杰克摇了摇头 随后便出发前去寻找儿子 而山姆这边 天空还在不断地下雪 蔓延城市的洪水也已经被冰封 所以大批民众开始向南撤离 汤姆找到警官 想要劝阻 然而 这些人选择无视山姆的警告 执意冒险外出 山姆则与小美等人 继续躲在图书馆中 为了抵御寒冷 他们围坐在 一个积满灰尘的壁炉前 将收集来的书本用于取暖 图书馆内的氛围变得紧张 人们担心飓风的威力和后续问题 而小美因为之前救人受伤 导致现在伤口感染并伴随高烧 山姆因为担心小美的状况 而决定前往当时被洪水携带而来的货轮上 寻找急需的药品与食物 尽管外面几乎被暴风雪掩埋 但看着昏迷中的小美 山姆觉得自己没有选择 她跟随几个同伴冒着风雪 决心要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 离开了相对安全的图书馆 在这冰天雪地的世界 一艘巨大的货轮横躺在城市中央 身处货轮的几人 还不知道 自己即将成为狼群食物 而身处太空的宇航员发现 地球表面正在形成一股庞大的飓风 此时的杰克一行员 盯着风雪艰难前行 但是因为路线错误 导致他们经过一栋建筑时 玻璃突然碎裂 雪橇掉落 将三人拽倒 一个同事掉了进去 便没了声息 为了减重 杰克只能丢下雪橇 将另一名昏迷的同事救了出来 然而 这时飓风的中心已经抵达城市上空 极寒的空气沿着风眼冲向地面 楼顶的金属瞬间被冻结 大楼的玻璃从上至下爆裂开来 杰克敏锐地察觉到危险 在最后一刻 跳进厨房 点燃火炉 而此时被困在货轮的山姆几人 因为担心小美的安慰 只能冒险 山姆决定 自己从窗户爬出去引开门外的狼群 山姆抬头望向天空 连忙带上同伴 往图书馆内赶去 寒气顺着墙壁在他们身后追逐 在最后一刻 三人成功返回室内 可此时 墙壁弥漫到室内 众人只能拼命往壁炉添加燃料 保护着最后的火焰 第二天 久违的阳光终于出现了 昏倒的同事也苏醒了过来 整理好准备 二人继续出发 看着眼前被冻结的城市 杰克感到有些不安 随着不断接近 一路上开始出现大量的尸体 杰克不由地更加担心起来 按照定位 他们来到了图书馆 但大学已被完全掩埋 他忐忑不安地走进屋内 在熟睡的人群中找到了山姆 从飞机前往救援 此时 从飞机往外俯瞰 许多幸存者聚集在楼顶等待救援 幸存下的人类 开始在南方重新修筑城市 此时 太空中的宇航员发现 造成地球寒冷的云团 也开始逐渐消散